Hello 大家好,來到講文的部分 講文的環節,第一個新聞就是 男生挑戰發禁,在學校的校規剪頭髮 剛剛在過去一個週末平機會說 有責任跟進,正在展開調停 事源就是東華三院黃忽藍中學的一個中五男生 林澤俊同學不滿意 學校禁止男生不讓他留長頭髮 所以就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 他在網上自拍說這件事 他還在自拍的時候說 這件事受到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鴻的影響 當時梁國鴻爭取男囚犯 要展發這件事不合理 因為女囚犯沒有這個限制 認為制度不公 所以他也有向平等機會的投訴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女學生可以不戴巴巴上學 根據平等機會 因為男生沒有戴 女學生可以不戴巴巴上學 那件事是無聊期 男女是不戴相同的校服 即使男生可以選擇穿女性校服 或者女生可以選擇穿男性校服 我覺得是無言無聊的爭拗 這件事非常無聊 我覺得平等機會已經被濫用了 被阻交濫用了 變成非常無聊 但是那些人就 那些人自己蠢也不知道 還要很聰明 所以就是這樣 那男人和女生 可不戴巴巴上學 如果是可以 如果以平等機會的角度去出發的話 是嗎 對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大家一起 或者不用再後服 你都到最後 你無言無聊的爭辯 然後鄧飛說 鄧飛說什麼 沒錯 身兼教聯會副主席議員鄧飛 在星期五的電台節目 表示 其實這是學校執行校規 不是由一個性別定型的角度出發 而是符合教育局要求 和辦學團體的價值觀之下 以整潔撲數為主 所以禁止男同學 去留長頭髮是一個很普遍的校規 如果貿貿然去根據校規的話 學界一定會有震動 我覺得男女有別本身就是一個 男女有別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的習慣 是不是你要將平機會 將平機會這個狀況 是凌駕在社會習慣之上 對不對 如果我這樣說 當然他們全部都不准化妝 等於平機會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男同事 譬如說 看到一個銀行的男同事 突然間看到那個男同事 突然間化妝 穿著女性 穿著女性制服 全部穿著女性服裝 上班 都是一種 平機 或者上班 或者如果匯豐銀行 那個人 是不是男人穿 穿女人穿 穿男人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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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女人穿 穿 無料期的搞來搞去 所以 本身就有非主愚蠢 但是那些愚蠢的人 最重要就是長毛 梁國雄 這些學生 大家就覺得很聰明 要不然你對社會的衝擊 你會造成極大的麻煩 對社會上造成極大的麻煩 實際上你會有一個社會 經濟學生會有一個社會 而且校規其實是想有紀律 很強調學生的紀律 所以才會有 他都說你要合理 他有紀律也要合理 那就是說 如果你說紀律的話 即是 將那些事情 接了一個方角 即是接被 那些事情 那算不算呢 明天又要什麼 但是 現在說男女有別的平機會 就是男女有別的 即是男女有別的 即是如果你把男女 將男女產平勢 簡單來說 你說什麼 混蛋 傻仔 中國以前1960年就是這樣 1960年就是1970年就是這樣 你反共 整個媽媽人都不在裝 是吧 中國1960年就是1970年 男女都沒有分別 很笨 是不是 還穿同一個衣服 是不是 你反共 你出來擁護共生 都回到大陸住了 一八五 我不信這傢伙 我不信這傢伙 不反共 就是這麼簡單 絕對是 但是他又做回 共產黨的事情 也是 做反對的事情 做共產黨的狼 真的 是吧 是 好啊 所以 幸好大師這個咪 可以被你爆屍 是嗎 是呀 Alan就特意說 這個咪 特意調校到 爆屍都不會正音 哈哈 因為 過往 大師你爆屍的時候 特別是你的樣子很激動 在鏡頭上 然後又沒有聲音 就算我看上去都以為 哇你是不是說粗口呢 好像 嘟嘟嘟的靜音 所以特意調校了 這次應該是OK的 哈哈 是啊 是啊 好了 之後 第二個 講文 就是 上個星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個新聞 就是 紅磅站 一位66歲的 一位男子 倒閉在紅磅站的雙殘廁所裡 之後送了院是證實不治 這樣 剛剛 昨天 星期日 死者家屬就在民主黨區議員 朱子樂 陪同下 回見傳媒 批評當日的 港鐵職員 多次報稱 說已經損運了廁所 但是 隨後 家屬要在四個小時之後 通知了 紅磅站的職員 四個小時之後 才有清月公發現 這位許白 這位事主 在殘廁內昏迷 送完之後就證實不治 這樣 即是現在那個點在哪裏 即是找來找來找 不應該找不到 他就 找不到 那個點就是 其實那個家屬 就已經很早通知了 紅磅站的職員 說 不如你找一下廁所 但是 紅磅站的職員 就說 當時就說 我們找了 但是 找了廁所 但沒有找殘廁 但最後呢 就真的 發現 他可能找了藍廁 他可能找了藍廁 是 而且 許白的兒子 即是這位死者的兒子 就說 也曾經報警求助 但是 在當日 黃昏那樣報警求助的時候 他就 接線的警員就說 因為資料不足 而且這位老翁 也不是高危的失蹤人士 所以就沒有去受理 所以就沒有去受理 這樣 真的 在 即是 這件事 純屬 一個純屬不幸 是 在警員來說 他 找一個人 不是屬於破案 即是他不會重視找一個人 是的 也就是找一個老翁 即是 如果現在有個18歲 你會否失蹤 他當然是很緊張 那 就在 地鐵來說 在地鐵來說 這件事都不是他的專業 即是 找人 也不是他們的 也不是他們的 好東西 就這樣找找就算了 即是 我想 是很不幸 即是 死於一個官僚 死於 對於 但是 他應該可能就是 如果找到 相信 就算找到 都未必是 未必可以 他死於什麼 這個老翁 現在還在調查 是嗎 他都是 都都最後 但是都都最後 其實都是 加上他找了多久 加上找了 四個小時左右 六點 六點多鐘去通知 然後才十點半 清潔工才開 因為 大家覺得這件事 很小事 即是 老翁失了鐘 都不知道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這樣的狀況 當然他們有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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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有百行 我相信 這種事 在現代社會 在現代的報復 這麼快速的社會 一個人 都是 至求當福 好些 我相信 很多人 都是死了 在家 或者在家 死了 沒有人來 這件事經常都會發生 對 你想想 最重要的是 金融的老婆 金融老婆 都是在家 在家 很多人都死了 在家 死了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之前曾光 是的 在現代社會 大家都要好好保護自己 或者保護家人 沒錯 保護自己才有能力 保護家人 是的 我一定會說 是 就是 羅家英 叫做什麼 港督最後一個保鑣 之類的 那部電影 是不是郭文輝 是的 他才說自己 怎樣 有些事情 跟港督一齊 如果他怎麼保護 說多一會 有些事情自己先吃了 有些事情 如果沒有 你保護他 有水就自己喝光 我記得那部電影 真的很好笑 郭文輝說 我一定會自己先喝光 一滴都不會讓港督喝的 就會讓港督喝我的尿 沒錯 如果我怎麼保護他 這種才是最好保護方式 沒錯 真的很好笑 那一段 所以 現在 有個不幸的消息 而港鐵 也說明 處理這件事件 和溝通引起質疑 和公眾自協 而且 也避免同一事情發生 會在三個月之內 將全線超過90個 無障礙的廁所 然後再裝一個感應器 希望可以 過一段時間 沒有動靜的話 就會發出警暴 希望可以 減少不幸的事情 又可以 兩百歲 即是中間的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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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這個當然 不用問了 明白 我們痛恨這件事 只是因為我們 沒有公司 是 如果可以做到公司 都不錯 沒錯 政府也是 因為天橋建了二十多年 那些公司 真的不錯 是 好 另一個消息 就是 不知道大師 是不是很久沒有去過書展 還是從來都沒有去過 我去過一兩次 很多年前 去過一兩次 90年代 是 書展 由7月20日 即是上星期三 到明天 7月26日 舉行 而書展在今週末 的人流量非常多 平均入場時間 可能要等九個字 才能進去 裡面 其實我昨天也有去 裡面真的很 人山人海 我很久沒有見過這麼多人的場面 而當中 也訪問了一位參展的書商 梁先生 表示 熱銷的書籍 包括有故宮類的書籍 乳法 乳法 我相信是Grammar 的書籍 而他也說 人均消費是五百元左右 這個人均消費 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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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對今年燒情 算是樂觀的 我想應該比去年 前年好 大師 有沒有書籍 在書展上賣 沒有 近年沒有出書 這些書都不能賣 但很多讀者依然想看你的著作 你不用說這些 我知道自己的失禮到哪裏 因為已經賣光了 已經再推不出 你賣光了 你賣光了之後 第一層之後就很難推 當年鄧建初跟我講 幾年前的時候 他跟香港說 他推過股票課程 一推就很受歡迎 後來因為受歡迎 一加價一加價就不行 你知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我說不是加價不行 而是你一推出來的時候 你一推出來的時候 你一推出來的時候 首先你報名的 就是你最忠實的粉絲 對嗎 對 所以那些最忠實的 你第一層的時候已經是 用完了 所以你第二層之後 你會減價 不是因為加價不行 而是因為你最忠實 死忠 你其實那些我來收十萬 你也就是的 那些我來讀的 那些已經用了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 在我來講 我的立場就是 但是我覺得減價會對 第一班人是不公道的 所以我寧願收小一點 我絕對不會減價 沒錯 所以想看大師的書籍的話 除了可以買他的書籍 也可以加入成為 亞洲電視的付費會員 就可以看到大師 幾乎全部 沒錯 全部的書籍 或者一些日常的文章 都可以看到 或者看不到的文章 或者小說 是 有人進去 只是為了小說 有幾個人 只是看小說 這些是鐵粉 很多鐵粉 是 好 今天講文的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 多謝大家 遠足